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的话大概每个月大约旺季的话可以到100万 在客的话每天上车人数大约3人而已 位于屏东方山乡的家路车站是南回铁路其中一站 前后站分别为方寮内施站 全站有11名员工平均日运量1到2人 车站还有全台唯一的车站直升机停机坪 台铁名化后转型为观光列车的蓝皮解忧号 也为小站带来旅客 鸣笛声响起列车外壳重新涂装 改成最原始的浪漫蓝 蓝皮解忧号吸引民众抢搭 其中一个停靠站便是家路站 车站也趁势推出限量版车票 还能加改纪念张戳 网路看到了 因为大家说什么家关禁绝之类的 他就来这边刚好来墾丁文然后顺便过来 第一次想说看看会不会家关禁路 适合就是大家来拍一下车站然后盖一下张这样的 那个讨个好福气这样 也希望就是我们这边停靠的车可以变多 来吸引那个一般旅客来搭乘 车站的站狗黑头对着经过的列车狂吠 形成狗吠火车的逗趣画面 还有站猫纳美也是车站焦点 虽然是小站但站务人员努力多角化经营 也成了另类的新打卡景点 民事新闻郑照左刘云纯屏东报导